朋友能够一直都是朋友 但是在一起过的人 当爱情消失的时候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你还记得我家门口 有条大狗 没事总冲我叫吗 他咬你了 他 不是 怎么了 你说呀 你赶紧的 他采坏了我给你 辛辛苦苦准备的礼物 所以作为补偿 你能不能 给我买一块 你经常吃的蜂蜜蛋糕 安抚你一下 我树上的心灵 你是真狗啊 你什么逻辑啊 他采坏了我的礼物 让我请你吃蛋糕 我劝你赶紧洗洗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我 三秒之内 赶紧说完 不然我就挂了 在你爸妈家楼下 你怎么到我楼下了 但是我觉得吧 以咱们俩的交情 应该不值得 我下楼一趟吧 那是吗 那我只能 给周老师打电话了 我就跟他说 请问唐漾在不在 你爸妈家 他无缘无故地 吼我一顿 我也不说 我做错了是吧 阿姨 行 行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算你狠 行吗 我马上下来 拜拜 算了 看完了 既然你这么小气 不愿意送我 那我就送给你爸 你觉得区区一块蜂蜜蛋糕 就能改变一个 势力的女人 决定将你拉黑的决定吗 那就再加加菜 马上全席呢 嗯 估计一样难度 沉碧很香 谢谢唐漱 怎么还客气上了 不好意思 喂 稍等啊 帮我去那个 车合同拿个东西 喂 不是 你不就站在这儿吗 你去拿呗 我 好好好 我去 行 行 行 我 什么情况 这不是咱俩吗 是啊 是嗎 難怪的話 不是不外壽嗎 而且我聽說 他年後要辦一個展 可能還要上拍賣呢 我之前幫過他一個小忙 他簽我的認證 天哪 哎 我要感動了 天哪 不是 那 那 那這個又是怎麼回事 這不是我那天 被狗追那次 易老師天天讓我學習你 討人喜歡的本事 我聽到耳朵都快出現了 真不想攔點誠意過來 拜師學藝嗎 但你怎麼會知道 我的口紅色號呢 我長眼妞了 我現在大概明白 為什麼你說話那麼討人厭 但是你扭聲援卻不差 你嘴裡吐不住象牙了 錯了 看在你既是第一個 送我口紅的人 也是第一個 送我高跟鞋的人的份上 我可不跟你計較了 好看嗎 送給我們之前沒送的你 沒有 他嘛 他那個人性格就這樣 你知道的 你沒有說他不好吧 在一起的時候也挺貼心的 就 挺 對不起啊 幹什麼要說對不起啊 我 我 我就是覺得挺唏噓的 你想大家以前關係都那麼好 這麼一算都八年沒有聯繫了 我 是的 愛情就是順勢的情緒泡沫 友誼才是地久天長 打破朋友的關係 對兩個人來說 都是巨大的挑戰 都是巨大的挑戰 現在想想 真挺後悔的 當然在一起也不跟 一直是朋友還是有區別的吧 有區別啊 區別就是 朋友能夠一直都是朋友 但是在一起過的人 當愛情消失的時候 連朋友都做不成了 憲哥 對我來說這茬兒早就過了 都這麼久了 往事如煙 一吹就散了 你也別放在心上 行吧 那我先上去了 好 呃 那 那我幫你拿上去吧 沒事沒事 你出差也累了吧 你早點回去休息唄 那你也好好休息 好 我走了 不過區區一塊風力蛋糕 給我 二選一 蛋糕 不對啊 你送我 我憑什麼你不知道 走了 我還想要一塊兒吃的 我 bir想要一塊兒吃了 愛情就是順勢的情緒泡沫 友谊才是第九天长 打破朋友的关系 对两个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挑战 朋友能够一直都是朋友 但是在一起过的人 当爱情消失的时候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